很多人让我讲讲哇哈哈的股权问题 简单分享几个点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 哇哈哈集团公司是不是整个哇哈哈体系的金字塔顶端 注意也不是的 大家平时看控股平台型的股权结构看习惯了 一般的公司架构都是顶层有一个控股集团 下面按照业务板块分设各个子公司 子公司再往下发散各种条件 从上往下像金字塔一样 上市公司往往都是这样清晰的架构 但哇哈哈不是这样的 哇哈哈体系中的大量业务都在哇哈哈集团之外 我们现在热议的三大股东持股的公司 是杭州哇哈哈集团 国资46% 宗庆厚29.4% 工会职工持股会24.6% 可是在这个所谓的集团公司之外 还有许多平行公司 并不由哇哈哈集团控股 而是宗家直接控股的 比如说红盛饮料集团 给哇哈做代加工饮料 宗庆厚曾经说过 他公司就是现在女儿掌管那个公司 红盛饮料集团的利润率比我哇哈要高 不是有个所谓的前员工举报宗副理侵占国有资产吗 就是说他通过红盛集团来侵占国有资产 就是把利润资产从哇哈哈集团的条线转移到 红盛集团条线了 所以就算是从杭州哇哈集团公司层面出局 也不代表就输游戏了 因为哇哈哈集团公司听起来名头特别响 但其实难付 这个哇哈哈集团公司只是整个宗家山下低谷的一部分而已 其实你们想过一个问题没有 哇哈哈为什么一直不上市 说是什么为了企业的独立性和长远发展 这种原因听听就行了 根本不是实际原因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复杂的股权结构 宗敬后接受采访的时候都说过 哇哈哈并没有说永远不上市 有合适的机会也可以试试的 但是这个股权结构是最大的障碍 公司上市一定要股权结构清晰 要整合出一个核心的上市主体 哇哈哈这种体系太乱了 整合非常复杂 而且成本高昂 还有一个员工职务会 不是因为不想上市所以不上市 而是因为难以上市 所以说不想上市 第二点就单看哇哈哈这个集团是国资吗 如果你只看谁控股 那毫无疑问可以算是国资 但是哇哈哈这个集团公司很微妙 如果你看看新闻就会发现 官方给哇哈哈表彰的时候 他获奖的时候都是说 都是在强调他的民营企业身份 对宗庆后也是定位为民营企业家 列位于改革开放40年百名 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之上 去年哇哈哈集团上榜 2023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杭州上榜企业名单 2023杭州民营企业100强 杭州民营企业制造业50强 以及杭州民营企业就业50强 宗庆后还在开幕式上发言 那怎么回事呢 当年不允许私人开公司嘛 宗庆后承报了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 靠着学校的牌照起家的 自负盈亏后来做起来了 但是国资一直还在 没有做切割 从表面上看 就好像是国资控股 那像个国企 实际上国资根本不管呢 不参与经营 那其实就是个民企 什么是国企 真正的国企 是要纳入国资委管理体系的 国资委要委派企业管理人员的 哇哈集团 虽然国资持股多数 但仍然像是个财务投资者 其实算是个民企 所以宗庆后在的时候 就谈接班的事情了 那如果他真是个国企 他怎么能自行决定 谁来接班呢 不过呢 事情发展到现在 微妙了起来 国资加上职工持股会 真的控股了 第三点 股权结构的问题 这种老板29.4% 另外两个股东 24.6% 46%的股权结构 假设不是发生在 这个特定的案例里面 创业者 是要尽可能避免 设置成这样的结构的 其一 这个小股东会倒反天刚 他反而成了向伯伯 因为谁能争取到小股东 谁就掌握了控制权 那这起事件里面 不就是职工有反对生吗 二代想要精简人员 把原来的一些老员工 给优化掉 职工持股会 作为原来支持家族的小股东 这回站到了队里面 其二 作为创业者 就算股权被压缩 也尽可能的要争取 不要低于34% 因为低于这个数的话 连特别事项的 一票否决权都没有了 特别决于事项是 三分之二决 对吧 那只要你在34%以上 对章程修订 增刺检则 这些特别决于事项 就是有一票否决权的 就算你没有决定权 但是你有一票否决权 第四点 为什么会有 职工持股会 这个东西呢 这个是特定 历史阶段的产物 最早只能是国企 然后允许办集体企业 最后才是放开了 可以办私人企业 那这个原工持股会 它是一种集体形式的表征 算是当时一种过渡 当时办的很多企业 都是有职工持股会的 职工持股会 很多人可能会想到华为 华为其实不太一样 华为后来把实股 转成了虚拟股 有时间我们可以 好好聊一聊 华为这个股权问题 其实挺复杂 谢谢大家